当今我们要让京剧走近年轻人 我觉得这个是至关重要的课题 现在您去看有的时候戏馆里都是白头翁 都年是很高了 那么年轻人他普遍认为京剧这个殿堂的台阶太高 是吧 往往他们就是望而却步了 这个不但问尽的 那么我感觉到京剧的现在的表演 一个是要继承传统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过往的诸多的京剧名家 梅商成群也好 马谈张求也好 诸多的名家为京剧创造了很多很值得 这个传承下去的一个丰富的一个这个东西 但现在问题呢 就是年轻人呢 因为鉴于当下这个文艺样式太多 所以他们觉得京剧太难 所以我认为呢 京剧要发展 它必须在传承此外 更重要的是要创新 我讲的创新不是胡乱搞一通的 这个不是这个东西 就在京剧的本体艺术上 我们可以精心提列 用多种形式来演绎展示它 所以现在我看有些白领也已经进入京剧这个领域 特别是上海京剧院呢 他们走到前头 他们有个follow me的这么一个栏目 那现在很多白领 他们也开始喜欢京剧的 是吧 另外呢 我感觉到对于儿童京剧呢 我要继续尽我的力 是吧 要虽然新苗讲 我们停了好多年了 但是我觉得 这个培养孩子 是吧 从小开始 所以最近呢 我已经在做工作了 我准备办一个幼儿戏校 是吧 这就从幼儿园开始 因为这些孩子非常纯洁 是吧 它是一张白纸 让他们从小接受一点 我们国粹京剧艺术的熏陶 是吧 一个是声枪艺术 一个是形体艺术 不是一定要去京剧院的 也不是一定要考戏校 对吧 从小就是 把京剧当做一种 中国人的 一种民族文化的一种要素 能够进入他们的精神领域 我相信这些孩子们呢 将来大了以后啊 恐怕都受用不尽的 对吧 你就当个教授 你站在讲台上 我说也有强调 上海人都强调 能强调 对不对 你多了一门学问 是吧 而且中国的京剧艺术啊 它能够给人一种精神上的鼓舞 是吧 这个让人们知道中国人 而且我那个 幼儿细校我也吸收外国人 那现在外国人唱京剧多得很啊 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对不对 他们有的是英国人都唱得挺好啊 表演得很好 所以外国孩子也可以 这个幼儿细校或香港北京 我也想连锁的去开 让京剧啊 在我们幼儿开始就开始培养 对不对 这样呢就是我相信呢 这个随着他的年龄上去 他可以宣传京剧 是吧 为京剧做很多工作 是吧 让我们的民族文化 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